11月8日晚 汪小飞喊间开启了直播 正态曝光后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汪小飞身穿黑色上衣 许久会露面的她 整个人显得十分憔悴 正态明显不如从前 此外 汪小飞声音有些沙哑 讲话不是太清晰 有网友发现 汪小飞脖子两边突起严重 看上去很不自然 汪小飞透露 这段时间说了很多 但她并没有透露是什么原因 不禁让人猜测 难道是和张益盈分手了吗 紧接着 汪小飞和妈妈进行了连线 张兰也提到了儿子的近况 称汪小飞的状态没有以前好 汪小飞解释 自己没有看瘦脸和特效 汪小飞扬言 自己说了像妈妈 胖起来就像爸爸 最后她开了一下瘦脸功能 由于太过奇怪 张兰立马让儿子关了 乌兹俩在连麦时 并没有提到汪小飞的感情 两人有说有笑 画面十分温馨 参用网友爆料 汪小飞和张益盈 在广东旅游时发生了矛盾 汪小飞一气之下打了张益盈 她无奈之下只能报警处理 如今这段时间 两人都没有再秀过安爱 对子你怎么看呢